接下来介绍另外一种减速机 就是百线式的减速机 那百线式的减速机 它也可以在很紧凑的空间里面 得到一个非常高的减速比 那它的结构主要分成五部分 第一部分是输入轴的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是偏心轴承的部分 第三是百线齿盘 第四是环齿轮 那这个环齿轮是固定端 第五个是输出轴 它的作动的机制是这样子 就是输入轴安装于偏心制造的这个轴承上面 那偏心轴承受驱使使百线齿盘绕着轴 我们假设它做顺时针运动转动 那因为百线齿盘的外侧齿跟环齿轮 所以百线齿轮就做逆时针方向的制转 与绕轴旋转相反 那这是它的运动的机制 那百线齿盘上面 具有一个同一个圆周上面等分割的这些圆孔 像右边的右下方的这个图 各位可以看到 那比输出轴上面的插销要来的大 所以百线齿盘绕轴旋转跟自转运动的综合结果 插销会在圆孔中绕圆轴滚动 而且持续推动输出轴去做旋转 输出轴就是最下面 这个有点按咖啡色的这个输出轴 那输出轴上面有这一个插销 好 那这个百线减速机 它的输出转速跟输入转速的比值 可以用下面这个公式来表示 也就是说 NR是代表环形齿轮的齿速 NC是代表百线齿盘的齿速 那这时候 这个输出跟输入转速比RV 就等于NR-NC 比上NC 那这个代表的其实是一种减速比 那我们看一段 这个从网络截取下来的 关于百线减速机的这个影片 刚刚放给各位看过 那目前商业化的这种单级的百线式的减速机 它的减速比可以达到119比1 那它的效率可以接近到93% 那如果是双级的这一种百线式的减速机 那它的减速比可以高达到7569比1 效率仍然可以维持到86%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减速比跟效率 好 那它有一点 有一些缺点 我们这边谈它其中一个 就是百线齿盘 它绕着输入轴偏心旋转的问题 比较有可能因为洞平衡不好 而产生振动或是磨损 那这是百线式减速机最主要的缺点 好 我们之前有介绍了减斜减速机 所以我们把这两种减速机拿来做一个比较 那在应用上面 荷重比较高的六轴机械手臂 通常会用百线式的减速机 那在十公斤级以下的四轴五轴六轴 也就是说比较轻负荷的这种六轴的机械手臂 它会使用减斜减速机 那如果 我们在工业上面之前也提到 我们的机械手臂 大部分都使用这两种减速机 那主要的原因 当然是因为它所占的空间很小 那它可以提供那么高的减速比 所以我在机械手臂的其中的这个旋转接头这地方 我放一个类似这样子的减速机 那透过一个马达 我就可以在这地方提供一个非常高的减速比出现 那它又没有背系的问题 所以动作的控制上面可以做到非常的精准 那这两种减速机 在全球市场上面基本上都是由一家主要的供应商它独占或是寡占 那我们把这两种减速机拿来做一个简单的比较 好 第一个在同尺寸下面的最大减速比 那写减速机可以得到比较大的减速比 那百线式的减速机会稍微小一些 那从厚度上面来考量 那减斜减速机是比较厚的 那百线式的减速机是比较薄 那从效率上面来考虑 最大的效率 那减斜减速机可以在70到80%之间 那百线减速机可以比较高一点 在80到90%之间 那输入冠量来考虑的话 那减斜减速机的输入冠量是比较高的 那百线式的减速机它的输入冠量是比较低的 那背系这个减斜减速机没有背系的问题 那百线式的减速机有背系的问题 那这个背系大概是在0.5度到1.5度之间 那以刚性来讲 减斜减速机它的刚性是比较低的 因为它中间有一个柔轮 那百线式的减速机它的刚性是比较高的 那从周期性的波动或是我们讲噪音来看 那减斜减速机是比较小的 那百线式的减速机它的周期性波动或是噪音是比较大的 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比较 从这七个比较的条件下面来比较这两种减速机 那就看在设计的时候 你的要的是哪一方面的东西 可以来考虑采用哪一种减速机 那这整个大单元 我们跟各位同学说明 行星散齿轮系的运动分析 我们讲的包括列表法跟公式法 也以一个范例来说明这两个方法 如何分析这个行星散齿轮系 我们也说明了差速器的构造 还有它输入输出的运动关系 那最后介绍了减斜减速机跟百线式减速机 那我们所用到的参考文献 如这张头影片所示的这四个 那最后一个是网络上面所截取的一篇 关于这两个减速机的介绍 好,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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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